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这期视频 这一期呢就是来教学一下 这个妆容是怎么化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解 首先第一步会先有一个这个隔离 这个隔离之间用过 然后是这个遮瑕的part 遮瑕都会有两颜色混合在一起 然后压在眼下这个位置啊 这些位置都来一点点 预展开就ok了 然后是粉底液的环节 粉底液会上的比较轻薄 因为刚才已经上过了遮瑕 只要均用的肤色就可以了 修容的话我会先重点修一下鼻头 因为鼻头特别的大 然后呢会修一下我的眼窝的位置 以及眉心现在我去剩下的地方 就随便画里塘线就可以了 人中一定要涂会很得很深邃 最早可以开一下子 现在就是一个小花猫 它们给轻轻的预展开 就会变得非常的自然 眼睛的位置可以稍微戴一下 用完一体形容 还会用上一层粉质的修容 这样子会显得整个妆面更无面 就在咱们刚才涂布的位置 再稍微戴一圈就完全OK了 然后提亮这块呢 我会让很厚很厚 因为这样会让面部变得非常的平整 基本就是在鼻梁啊下巴呀 还有眼周鼻周的位置 太阳穴的位置 反正让自己脸变成二绿的就对了 这样会很平很平很平 因为我之前闻过眉毛 所以我画眉毛 基本就是压之前的影画就行了 我先用眉笔画几层 把它预展开会有种丝绒感 然后用这个水眉笔的话 会在眉头画几根毛 会有一种很毛流的感的感觉 慢动作看一下我这个眉毛 我真的画得非常的满意 我觉得非常的3D 面部修容的话 会两个颜色混合在一起 这样会比较自然 但是我说话不是很care这part 因为平时会有头发挡着 所以就随便画一画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脸比较大 那边脸比较小 会在大的那一边再多涂几层 以上就是就容部分的全部内容 这眼眼盘盘买了三个月 第一次用真的有点紧张 但是说实话真是终于用了 里面配色就是这个样子 首先我在思考 这个配色要怎么画 先拿一个最浅的颜色 做一个打底 贴着睫毛根部 慢慢的往外韵染 眼尾处可以多韵染一些 再拿一个第二浅的颜色 加深一下眼尾 还有下眼影的地方 这样会显得眼睛更有神 再占取一个最深的眼影色 就像画眼线一样 画这个眼影 贴着下睫毛的根不画 远处看就会像有一个 毛影的下睫毛的感觉 虽然我没有在那 咱可以来一个假的 对不对 这跟眼睛下是一个画 然后用鱼粉画一下 卧彩 这样卧彩会显得特别自然 特别的有肉感 比较真实 你看这个效果好不好 现在我的水眉笔 二次返场 用来画我的下睫毛 yes 非常的自然 非常喜欢 非常nice 哎呦 为什么又在画眼影 哦 这是小亮片 这个小亮片可以在眼中 位置加一个小bling bling 我很喜欢这个小bling bling 再拿一个深度的小bling bling 上一下我的眼尾 现在呢 就是我们开心的腮红时光 腮红一直用的这一款 你看它已经铁皮了 然后在圈骨的位置 打一个小水滴就可以了 我还喜欢在鼻头的位置 还有下部的位置 多打腮红 很可爱 现在是睫毛的时光 睫毛这一part呢 我就不展示怎么贴了 因为真的很麻烦 很疯狂 但是结果很美丽 我很喜欢 然后会再涂一层唇泥 这个唇泥我特别的喜欢 再上一层 稍微深一点的唇泥 在内侧做晕染 然后借一点 画在鼻头上 还有一些圈骨的位置 会有一个色彩 才能呼应 画完了 咱们现在 嘿嘿 看一下 这个 怎么说呢 非常漂亮的 欣赏一下 I already OK吗 然后戴眼镜 看一看 这样子好不好看 其实我自己觉得 没有什么大区别 我也不知道 哪个好看 还是哪个不好看 That is my final look 今天妆容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 我这是在干什么 哦 我在跟你们说拜拜 那咱们就到这了 拜拜呀 拜拜 下期视频见 下期视频见 拜拜